我今日要講的故事就是《溫酒斬華雄》 這個故事出自在《三國演義》這本書 關雲祥在《三國演義》中第一次面對重大戰役 就是在這個第五回的《溫酒斬華雄》 話說東漢末年天下大亂 董卓挾天子令以令諸侯 曹操於是召集十八路諸侯對抗董卓 故事一開始就說董卓有一位猛將 他連續殺了十八路諸侯聯盟幾個將軍 這個將軍這麼好打 你猜他是誰 原來他就是華雄 華雄這麼好打 袁少就很擔心 他還說下一個應該派誰出營戰好呢 最糟了 現在我兩個猛將顏良和文醜都未回來 真是怎算好呢 就在這個時候 有一把聲音就喊出來了 小將願意斬華雄頭 誰這麼大膽不怕死呢 原來那個就是關雲祥了 就是八路諸侯聯盟都督元少 就覺得關雲祥只是一個馬攻守 職位太低 不想讓他出去迎戰 然後被華雄笑 然後關雲祥就說 如不勝請斬某頭 即是如果關雲祥打不贏 就請袁少 將關雲祥自己的頭斬下來 當各位都聽到之後 有個人叫曹操 他就很佩服關雲祥的英勇 他還自己針了一杯熱酒給他 跟他說 將軍請喝酒 然後殺敵 然後關雲祥就說 酒你還針吧 但是我就不喝著 等我斬華雄頭回來才喝 講完之後 然後關雲祥就拿著把青龍剪刀 飛身上馬 就跑了下去 到戰場 因為關雲祥太威武 連華雄的馬都驚到退後了幾步 幾個回合之後 關雲祥手起刀落 將華雄斬於馬下 然後就拿著華雄的頭 獻給十八路諸侯 十八路諸侯都覺得很驚訝 只是一個馬弓手 都可以站著一個猛獎的頭 之後關雲祥就拿著杯酒來喝 喝的時候還有少少煙出來 喝下去還是暖的 這個故事就是關雲祥的勇武 他打贏仗回來 杯酒還是暖的 就是要突出關雲祥的武功高強 可以快速完成任務 為人忠心可以順利他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完了 多謝大家